自己家电闸送电邻居家就跳 就是一送你的总闸邻居就跳 对 现在是都不敢送电是吗 我这边不是 那边总闸送 就是一送你们的电 那边邻居就跳 送了个总闸 一送总闸就跳 现在没有电 那边是关着的 您的总闸在邻居家 对 也就是说是您用的是邻居家的店 是这样理解吗 不太清楚过去看一下吧 就是 我去邻居家看一下 我得看一下那一口接的啥 邻居是个饭店正在吃饭 现在不能停电 我要只是看一看 打开它的配电箱 您说一下什么情况 之前就用的这两个开刮 然后现在装到了这个ABB开刮上 一盒这个啥 看他所有的都跳 这是您的电 对对对 这两个现在接的你一送电 他跳 对 这两个师傅在哪里呢 专业的 昨天叫别的师傅来了 没解决了 对对对 昨天师傅来 比较不了 所以还得找 还得找我 我看一眼 这一线火线是用的上门的 零线 零线零线零线 零线用的下门的 不会影响你们 我这是看一下 不会破坏到你们的政府营业 不会断电 我不会断你们的电 就是一送这个电 他就会挑整个总电 你们这所有的都没电 对吧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零线 他接到下面 下面这个组零线 是接到这 火线 你用了他的火线 你零线 你用了他的零线 线接错了 你这一个接法就不对 我不知道这谁给你接的 您还不能用他的电表是吧 您这个你家用电 还不能走他们的电表对吧 不能走你们的电表 他要单独走电 所以说这需要从尽线走 尽线走火线 但是零线他用的是你们的零线 用下子用他的零线 所以说这个需要把电路改一下 就可以了 塔正路接法肯定不对 但是单改零线不一定能好 最好是把火线接下来 接到路宝下面 这样就可以了 电路都不用动 这空开下面这个黄线 不知道是不是零线 所以说他这个电路改得有点乱 就是修和插电路 也得约时间 或者是报备 这也不是个人能说了算 这我们不能在这等 在这等到大晚上 或者早上再过来处理 不方便 因为找一下物业过来 就调一个线就好了 就能解决了 我把视频录给打了 好 谢谢 好吧 咱们去 他这个案例是一个老乘敞 他那个案例 原理也很简单 你比如说这是那个饭店的 一个中路宝 三个火线 一个零线 四匹的 这是那个小店的 他接的时候 现场是这么接的 他这个零线 他连着来了 他连着这 零线端子 没有从这 从这连上来的 而他的火线是接在这里的 这是个路宝 这是进线 这是出线 所以路电保护器 这个家伙很自私 你比如说 你用我的零线 火线 你也得用我的才行 你要是用我的火线 这个零线 你也得用我的 就是你不可以 走我上面一个火线 走我下面一个零线 这样不行 这样他就会 误认为是有路电的 所以说一送电 他就认为是有 路电的 所以他就调 这样是不允许的 然后 办法也很简单 就直接把这块断开 直接连下来就完事了 其实在现场 我说把这个零线 给他改上去 就是都走这个路宝的上端 火线零线都走上端 其实我想了一下 不妥 因为啥呢 因为他这是个红线 这是个黄线 而他那头这个零线是个蓝线 但是我又不知道 他中间是不是有街头 或者说是改线之前 谁改的也不知道 现场又不让动 就是如果修的话 得搬一下修 现场是不让动的 所以说我只能说是 把火线改下来最少事 我是这么认为的 大家说我说的对吗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这台设备电燃 一摸到电手 用电笔测量 外壳带了200伏的电 电笔显示207伏 很明显这是个漏电 还有就是不一样的位置 它测的电压不一样 你看 它还有变化 一会是0伏 一会是100多伏 间隔时间很短 所以工人干活的时候 摸着设备 一会有电一会没电 哪里的原因呢 它在后边有个配电箱 看一下 配电箱里有漏包 全是漏电保护器 这个大的就是 漏电电流是100毫安的 那一个也是 那它为什么就不跳呢 设备外科带电漏电 在这个地方测量电压 都会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直接测试三项电 对地 这个250多 这个有点高 这一个220多 这一个260多 不一样 就是电路有漏电 它电压都不一样 而且零线 你看 电压一会有 一会没有 它不一样 零线应该是零伏 这个电压一会正常 一会不正常 看 现在又正常 测中间的一向又不正常了 100多伏了 就这一向的漏电 零线零伏的时候 它电压正常 它电压一降下来 零线指定不是零伏 就是这么神奇 电路就是这么神奇 这就说明 它这个漏电 一会有 一会没有 一会有 一会没有 这么测过来测过去 还挺好玩 确定这一向的漏电 就这样的漏电 您才是什么线路在漏电 它的设备还在工作 每一套工序还在运行 去找设备的控制柜 先用电笔测一下控制柜门 看带不带电 不能用手摸 电笔显示这个电 一会有 一会没有 那这是什么电路在漏电呢 那就打开着控制柜的门 看一下 这是加热的啊 随时干净干净的 吸盒的 看一下 这个地方侧着 哪个吸盒了 哪个吸盒了 这个吸盒以后 马上就出现问题 就这一路 确定这一路 第一个 在那220 吸盒以后 马上变成100多了 它这个接触器 是给加热片供电的 温度到了 它马上跳开 然后不断的加温 跳开 加温 跳开 1 2 3 系统这一块啊 前面这一个 和它 它和它 拿完表 这两个加热片 在有接头 现在电是断开的状态 拆掉这两个加热片 然后上指针表 一支表笔 对设备的外壳 另一支表笔 去测量加热片 从表上看 很明显是漏电的 这个加热片 加热线是漏电的 另一个加热片 没问题 就是这个加热片 有问题 只需要把它换掉 就可以了 有片能把这个换了吧 就这个不好 就那个不好 换了加热线就好 对地漏电 这个电是放不掉的 它漏电应该翘 它漏电没那么灵敏 你看啊 它这个设备 虽然是放在地上的 这是水泥地面 这种接地 没有打入地下那种接地好 所以影响了漏电 保护器的灵敏度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加热片呢 漏电的地方 就是在头这一块 这里打铁了 火线直接打铁 漏电 他们换上了新的加热片 再来主配电箱 测一下电压 看一下这三项电压对地 在电路没有漏电的情况下 电压都相差不大 230伏左右 则是正常的 电路不漏电 测零线零伏 好了 现在正常了 另外它这些设备 需要做接地 就是把设备的外壳 接入接地线 打入大地 只有接地好了以后 漏电保护器 才会跳得更敏感 有漏电 第一时间跳闸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 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